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今年年初教育部推出的 《專科以上學校校外實習教育法》草案 宣稱說可以避免像是去年台中永產烘焙坊 和這種兩名高屢的實習生 遭到雇主要求每天工作14小時 卻只能拿到一個月16000年的薪水 這種高度剝削的這種狀況在發生 那我們可以在這次的草案內容看到說 其實這個法還是以教育為主要目的 將實習區分成受勞基法保障的工作型實習 以及排除勞基法之外的一般型實習工作 然後我們認為說教育部這種分法 其實是把顧問關係由勞動部主管機關 依據從屬性的有無判斷的認定 直接跳過去 而是用學習來做區分 根本就助長了許多實習單位 繼續用假實習的名義 然後把實習當成 就是一種免錢的勞動力 不用負擔額外勞健保 然後十分廉價 剛才也提到說台中這個龍彩虹被放的事件 我們的調查顯示出這樣的事件其實並不是個案 只是目前大專院校中普遍存在的 這個血汗實習問題中的一個縮影 目前我們的大專院校的實習生普遍具有雇佣事實 但是多數的雇主都沒有依據勞動法令的 給予實習生意相關的保障 像是薪資、加班費、勞工保險等等 違法狀況其實非常嚴重 在我們收到的就是必修課程的填搭問卷387分鐘 我們從這個人格重屬性和經濟重屬性為依據 進行僱傭官司的認定 就是主要去詢問說這些填寫問卷的實習生 在工作過程中是否受到實習單位的指揮監督 然後並且說付出的實際勞動成果為實習單位所有 那如果同時存在人格重屬性和經濟重屬性 我們就會判斷這名實習生他所從事的工作 應該是具有勞固事實的 那正經的結果就是這張圖 其中藍色的部分就是同時具有經濟重屬性 與尖格重屬性的實習學生 那一共有310份 其實佔了80.3% 所以可見說絕大多數的校外實習都具有勞固關係 應該要受到勞基法的保障的 實習單位違反勞基法其實層出不窮 血汗剝削實際上是家常便飯 那首先是薪資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這是所有具有勞護關係的實習生 他獲得的勞動報酬的狀況 那存在國務關係的實習時中 其實絕大多數也就是67.1% 都是完全無薪資或津貼的狀況 那有薪資但是沒有達到基本工資的也有9.7% 兩者相加幾乎是77% 將近8成 也是說實習生在目前的現狀 就是企業的廉價的甚至完全免費的勞動力 那接下來除了薪資之外 對於勞工應該有的勞工保險 加班費、車馬費等等 這些就是實習單位 其實實際上違法也相當嚴重 那這張圖是關於實習學生有沒有勞保的狀況 我們看到只有34.8%的學生具有勞保 這張圖顯示有75.9%的實習生 是每天工作 是存在每天工作超過8小時的狀況 但是其中有50.4%的學生是沒有獲得任何加班費的給付 那我們統計車馬費的部分 是實習過程中需要交通開車的實習生 其實實習單位不提供車馬費的比例約為81% 對於實習生來說 經濟負擔就是更加沉重了 我們認為說 學生遭遇到問題 他應該也會必定受到獲得學校即時的介入 即便轉換實習單位這樣可能是帶來一些麻煩 但學校也會提供有效的協助管道 但在我們調查發現 其實僅有37.7%的填寫者表示 學校有提供實習的轉換管道 所以換句話說 當遇到有問題的實習單位的時候 實習生沒有辦法像一般的工作者可以選擇 直接離職離開有問題的職場 他絕大中數必須忍耐過去 去以獲得必修實習學分來跨越畢業的門檻 針對教育部專法的第九條 他規範了全學期在校外實習者 人必須要負擔高達全額學費加上五分之四的雜費的費用 當實習生遭受到實習單位無心或是低心沒有勞見保險 還剝削的情況的時候 他額外面對負擔將近全額的學雜費 這無疑是雙重的剝削 那在我們的問卷中可以發現 就是在目前的必修制度下 有許多的填達者其實都表達了不滿意的地方 包括說低心跟五心的實習是令最多人詬病的地方 再加上實習所衍生的其他花費 包括說飲食、交通、速度等費用 對於學生來說都是一筆沉重的支出 那我們就有長根科大護理系的同學就表示說 實習作業多、沒有薪水 還要自己負擔約五千元的車錢 如果實習單位太遠的話還得在外面租房子 但學校的住宿費跟學答費還是照樣需要繳 那我們也有收到原製大學的同學 他每天光是實習的通勤時間就得花上四個小時 那長期以來教育部不斷的去提倡說產學合作 縮短學用落差去提出說包括 季質教育再造方案等政策 每年提供商業員的補助去鼓勵各技專校院 增開必修的實習課程 那我們這次的調查正式揭露出 這樣一個政策是讓學生因為必修課程的關係 而被迫進入各個產業成為一個廉價的勞力 且他們為了顧及成績或是畢業條件 難以跟雇主爭取自己的權益 最後我們提出四個主要的主張 首先就根據我們剛剛以上的分析有提到 我們反對教育部的這個專科以上 校外實習生教育法 對於一般型跟工作型實習的定義 然後我們發現在調查結果裡面 多數的實習都是有顧問關係的 因送到計劃保障 一般型實習依侷限在沒有為實習單位提供勞務 或替代性實習機構的人力的這個條件底下 才能成為一般型實習 我們要求要縮限 第二個我們希望勞動主管機關應該要全面調查 當前的實習機構裡面的勞動狀況 看看他們是否符合勞動的保障 第三個前學期的校外實習生 學校應該要在該學期以實際修課的學分課程為主 來收取學分費 不應該收取全額學家費 第四點必修實習課程應該要縮短減少 然後如果真的有需要的話 應該以選修課程的方式 讓學生能夠自己尋找工作來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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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